4月23日,韩国警方已涉嫌吸毒对朴友天申请了拘捕令。 据报道,警方在对朴友天进行了三次调查后, 做出了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判断, 所以决定不另行安排朴友天与黄河纳当面对峙。 22日,京西南部地方警察厅毒品搜查队对朴友天进行了第三次传唤, 一共进行了五个小时左右的调查。 朴友天在当天的调查中也按照之前的立场全面否认了嫌疑。 警方之前对朴友天的两次调查因朴友天体力不支而中断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